博君一宵是真的吗 肖战 王一博每次卡点营业 成就了CP粉 磕糖的执念 害羞各位亲爱的小可爱们 大家好啊 今天要给大家送上一道美味的糖 话题就是熟悉的博君一宵 哇哦 这两位颜值爆表的小哥哥 肖战和王一博到底是真情流露 还是只是炙热的CP糖 他俩到底是谁 首先 别的不说 先重新了解一下这两位小哥哥 肖战 阳光少年 音乐才子 实力演员 颜值高的让人怀疑人生 代表作品有陈情令中的魏无羡 而王一博 舞蹈少年 新生带实力演员 大家都知道是陈情令中的蓝旺鸡 魅力十足的他可是席卷了一大波粉丝 两位可谓是各自有各自的光芒 闪亮登场娱乐圈 CP粉的磕糖执念 现在来谈谈这个让无数粉丝 陷入狂热的博君一宵 害羞 八卦圈一时间炸开了锅 CP粉们激动得像过年一样 干脆就过上了博君一宵年 为啥呢 因为近来的种种迹象表明 这两位可不是简简单单的戏里戏外而已 大家都看到了吧 微博上的互动 街拍上的同款还有啥 对对对 生日那天的博君一削蛋糕 简直就是CP粉们的心头好 精致的不行 看着就是一颗甜蜜的糖 有网友调侃说 他们俩这是在 不好意思 可不能随便乱说话 但是从各种各样的细节看 CP粉们都觉得 这可不是普通的友谊 简直就是演绎了一出陈情令外天 近期 因为前大粉因怀孕冲上热搜 战哥和伯哥再次成为焦点 有人说 这些所谓的内幕 早就被大粉们看穿了 脱粉才是正道 将流量变现 可也有人认为 这位前大粉凭借伯君一销 成功模的八套房 不就是科塘转房奴的行家吗 还有一说法是 两位演员都是资本的肥肉 不管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 业内都在盯着他们 只要能够继续合作 就能转得盆满钵满 可问题是 两家团队现在可是水火不容 伯君一销解绑时 互相黑通稿 典型的爱你恨你 都不放过你的情况 这不是一般的难啊 这是上天 对CP粉们的一大考验 在陈情令中 未无限和忘记 两位小哥哥的感情 可谓是身后至极 生死与共 一言不合就互相损的不停 而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互动 无论是同款衣服 同样的发型 还是生日堂干高 都让人对他们的关系 产生了无限遐想 但是 他们到底是真情 还是细里细外 这个问题 可没人能够回答清楚 我们下期再见